一坪92萬元 一間房要一億新台幣 而且更糟糕的事情是 去年以前就蓋好了 一直都沒有打算出租 那因為他選總統了 勉強四月份呢 他們大概只拿不到 二分之一的數量拿出來出租 剩下的部分還是不宴出 這什麼概念 而且我們說一個實在話 請問一下侯友宜 因為我問過這個新北市議員 議員在這邊 議會有質詢 問一下是不是中央的社宅 你建造一直拖延 有沒有是不是事實 這個議員在議會提的 第二件事 你自己的社宅完全臨成長 這是事實 在議會就討論 你怎麼誇誇其言 說因為我們現在談到 他一些土地 有這個重畫 沒有沒有 我們那個地方要蓋社宅 拜託溫宰駿 是不是已經找了三大開發商來開發 是不是真的 那一開始設計 有社會宅嗎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要在這邊忽悠了 不要說這些假話了 如果回到遊行本身呢 年輕人是不是有發現 柯文哲哪邊不對勁了 現在網路上已經開始賣T恤 我是年輕人我不是柯粉 已經出來這件事情了 但我要特別一件事情 你找王婉瑜麻煩 真的是虧大了 剛才的事情我把整個內容說清楚 今天假設仲江在前面演講 我們常常在之前有那個巡迴 你在前面演講 我在後面 我會聽錯你說話嗎 你主持人在講內容的時候 我要上台的人 我當然會聽你在說什麼 你髒了你的耳朵 竟然可以聽假話 你就可以知道 我再說一下 柯文哲個性 跨跨其詞 虛偽的外表 內容都是全部是謊言 他特別強一件事 你就在後台 我的全文你就在後台 然後你裝作沒有聽見 說我要去製造 我這個王婉瑜跟黃國昌的矛盾 他擺一件事情 你揭板上你在後台 聽我的內容 就是說謊成性 而且你知道嗎 這次他惹 王婉瑜真的不開心 因為他 王婉瑜一針見血 對 完全而且還加碼送 你說我講兩個不夠嗎 講言清飄 講這個中公警不夠嗎 我再加碼給你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 這個黑道盛行 因為侯友以上去有講黑道 他組織這個黑道委員會 只要是黑隊就把他嚴懲 我也不知道司法單位 可以做這些事 那我們要 我們要那個檢察官幹嘛 我們要法院幹嘛 意思說你要在法院外面 再設一個非法院的這個 黑道檢視嗎 你是警察 好 我們先不提提員 我們拉回來一件事情 王婉瑜加碼 黑幫 非鷹幫 他說他們什麼民眾 哪一個主任 而且社會裡主任 你就是關懷社會的 你一個關懷社會的主任 叫陳雅玲 你就在主桌 坐在非鷹幫 那你知道嗎 根據柯文哲的說法 是你抓到我身黑道 他就說沒有 那是非鷹社會福利組織 什麼時候黑道變成社會組織 變成福利組織 這句話柯文哲可以 這柯文哲講的 幫黑道洗白 他也可以硬掰 所以我在講跨話其詞 你簡完是虛晃言論 好 那另外他就加一句話說 他其實我覺得王委員 講得很直接 他說你有什麼資格講別人 你們成立幾年 四年 四年就已經黑金暴力為伍 這個標籤貼在柯文哲身上 你只要有金你就是朋友嗎 你只要有黑酒選票 你就要來往嗎 四年 四年 四年就可以墮落成這副德性 王委員就說得很狠 接下來講句話說 你明明知道這位花蓮的議員 赴國冤之前就已經有暴力的問題 你還跟他變成民眾黨 我都已經認為不是99.99% 我到今天認為百分之百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 剛剛在他的臉書上面直接寫 就是所謂的一中各表 一個中國的框架的九二公司 一中各表 他直接寫 這將需要雙邊最高領導領袖人物 直接進行面對面的談判 他寫的是他